我們來做母親節大餐 牛排 我先把這個青魚拿去烤 先把青魚拿去烤 我們的母親節大餐都是海鮮 母親節大餐都吃海鮮 爸爸要在這裡 鼻臉大 這兩張臉吧 這很大 這兩張臉 兩張臉在這裡好不好 兩張臉 什麼 好了好了 小心 我的手指在人家這裡面 好像那個 像什麼 那個滿青石大館 不行一下 哇 我們卓最愛的 青魚 這是兒子最愛的 但是兒子今天 他去 他去代替過母親節 對 他們今天去吃大餐 好 先把他拿去烤 好不好 哇 超膨的耶這個青魚 對啊 這時候很燙喔 要小心喔 好 我們第一道已經做好了 沒錯 邊烤就邊弄其他東西 有沒有看到 超肥的肥蝦 很大隻吧 很大隻 現在在處理這個肥蝦 我們來處理肥蝦 肥 肥子的肥蝦 一樣齁 這頭啊齁 跟眼睛有沒有 這次 這裡看就比較明顯 就把它剪掉 好 把腳也剪掉 好 後面這一個啊 他這個太粗了 我們把它折斷 反過來折 反過來折之後 他就會留下這一根 軟軟的蝦尾巴 好 一樣齁 大蝦把它串起來 好 一樣從我們這個 好 屁股中間 串進去 好 這樣子 嗯 對 看如果你的蝦太大 竹籤太短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串兩截 怎麼串 就是你把它 因為你看 有時候他這樣頭還是會垂嗎 對不對 你就把它整個 推到底 嗯 頭就不會垂了 對 我再拿一根 再串一次 這根當作是支架 有沒有 兩根的話 兩根的話就會垂 兩根就不會垂 但是一根就會垂 有沒有 對對對 所以你如果看 你們個人 如果你想要他好 來 我們現在齁 釣蝦場去過吧 釣蝦場 我們要 烤蝦的時候 有沒有 要收羊 現在我們吃比較原味的 真的 嗚 嘿 再加一點點 主要是讓它香啊 好 好 好 確定都抹到了 嗯 然後就把它放著 大隻蝦 就是可以這樣子 進烤箱 來 有沒有水 漂亮 好 出發 哇 大肥蝦 差不多了 好 好 今天 第二道 鹽烤 肥蝦 我們現在要處理什麼 干貝 哦 生食干貝 大哥 來 有沒有聽到 干貝在叫 慘叫 哇 天啊 好香哦 干貝香出來了 既然都是落狠 趕快 翻過來 好香哦 對啊 哇 有沒有 這是生食等級的干貝 所以說其實 稍微 溜一下 對啊 就可以了 來了 哦來 擺一下盤 哦 來 煎牛排 咯 先加點鹽 這樣吃牛排的原味 所以我們 鹽抹一邊就好了 好不好 嗯 好 哎 這冒煙了 吼 我以為你要用你的手下去 來 整塊好不好 哇 好大塊 好 放下去 讓它靜一下 好 就是 一面先 煎起來 有沒有 它這邊啊 先讓它顏色上來 齁 完全上來照 然後呢 我們再翻面 這樣 這個牛肉的厚度 以我的火喉來看的話呢 大概是兩分鐘左右 翻面 這樣 就每個人的 就是因為瓦斯爐跟 鍋具不一樣 然後肉的厚度也不一樣 所以我先兩分鐘再把它翻面這樣 兩分鐘翻一次 兩分鐘就翻過去 就是因為來看一下它的狀況怎麼樣 對 它這麼薄耶 嗯 對它這個是比較 這是 它這個是背肩肉 比較大量 所以它有很多這種 筋 但是到時候我們是要處理它的 它不能像樂眼牛排一樣 就是 整塊就是弄起來就可以起來吃了 這樣子 我現在 繞很弄漂亮 有沒有看到 好 換個角度 這是 假掰 對 看起來 美美的這樣 好了 翻面囉 看起來就有那種旺色的形狀 那這個時候我們邊邊可能要壓一下它 因為它牛肉煎的會縮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會翹起來 好 讓它先壓一下 讓它去貼到 這樣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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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何? 好嫩喔 嫩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到時候都是肉的存在 這樣 不會出來一點的話就會看到他那個 肉這樣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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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